在这一次风灾当中有很多的桥梁毁损 也包括了连结高雄和屏东之间的双原大桥 这一座可以说是相当坚固的桥梁 而河川局今天表示 因为现在雨量都太过于集中 所以以前对于桥梁的设计观念应该要改变了 连结高雄屏东的双原大桥被冲垮 从现场水势来看还有可能继续的毁损 同时一旁的提案也被冲毁 距离林原石化工业区厂房只有20多公尺 万一在继续大水侵蚀 不但引起厂房积聚的损失也可能引起爆炸 河川局今天不断加派车辆运送菱形快补墙 过去许多河道上的桥梁和防护工程 都有所谓50年100年最大洪峰标准设计 但河川局今天表示 又鉴于集中雨量现象构成威胁 今后河川相关建设应尽速调整施工的观念和标准 降雨的天数是集中越来越短 那降雨的强度越来越强 所以它一次的暴雨可能就超过 你要超过100年洪水频率的次数又增加了 那在这个之下 当然你的核心会改变 那你的核心改变 你桥梁设计单位要根据这个核心去改变 不然你没有办法因应这个核心的一个河川变化 过去桥墩基座不同高度是个例子 遇到高滩你基础很浅 那你深潮基础很深 我一个洪水来 马上深潮就改变 你这个基础 你这个浅基础的桥梁 这个基庄不是随时会垮掉吗 局长还表示 桥梁桥墩放得越多越坚固 但越多越阻挡水流 也就越容易被冲毁 这与陆地上的桥梁的施工观念不同 但减少基庄的施工要打得更深更强固 而且经费可能更高 过去不一定被公路单位接受 但从这一次风雨造成的人员伤亡 以及断桥长期不变的社会成本 也许应该重新计算 到底怎样的设计比较有保障 记得之外就曾崇宏高雄报道